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传讲的经文 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一章21到45节 这一段讲到耶稣刚开始出来传道的一个经过 耶稣在加摆农 他在安息日的时候 他就进了会堂教训人 耶稣的教训很不一样 耶稣的教训带了权柄 他的教训跟文士是不一样的 文士教导教训人没有权柄 可是耶稣的教导非常有权柄 非常有说服力 为什么呢 因为耶稣的教导是直接从天父而来的 他知道他在讲什么 所以他所讲的就非常之有权柄 并且耶稣他讲道是有权柄 而且他是有能力可以来赶鬼的 在当时有一个人被污鬼附着了 他就叫拿撒人耶稣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呢 你来灭我们吗 我们知道你乃是神的圣者 耶稣就责备这污鬼说不要做生 从这个人身上出来 这个污鬼就在那个人身上抽了一阵风 就大叫就出来了 那众人就很惊讶 就说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那很明显的耶稣的名声就传遍了 传开了 那另外一件事情耶稣做的就是 耶稣医治了西门彼得的岳母 岳母害了肋病 那耶稣就医治她 她的肋就退了 马上她就起来服侍他们 她服侍耶稣 那所以这个耶稣的名声就传遍 传遍了这个加利利的四周 许多的人就带了一切患病的 或是被鬼附的都来到耶稣的面前 在次日的早晨 天还没有亮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发生 非常值得我们去注意 就是耶稣起来 她到旷野那里去祷告 我们可以理解 耶稣去祷告 因为她前一天 她做了许多的事工 她讲到她医病 她赶鬼 身体一定很疲乏 她退到旷野去祷告 我们想这个是 神是 耶稣是在做事工的时候 会很累的时候 她会去祷告去休息 重新的充电 重新得力量 没有错 可是往另外一个方向来看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 耶稣在最黑暗 或是在最孤独的时候 怎么说呢 因为耶稣也是人 他也会受到试探 当耶稣做这些医病赶鬼 讲道 其实人就是会推崇耶稣 就会把耶稣当成 弥赛亚 所以换句话说 耶稣不需要 不需要经过十字架 他就可以做成弥赛亚 对他来讲是一种试探 所以耶稣就必须要祷告 借着祷告重新得力量 我们了解耶稣是百分之百的神 也是百分之百的人 他也是会受到试探 这个只要借着 讲道 借着行义能 人就会推举他做弥赛亚 那耶稣借着祷告得到力量 当我们服事的时候 我们会祷告 这个我们都晓得 我们也会去做 可是当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会不会祷告呢 若我们不祷告的话 我们常常就会跌倒 我们遇到试探的时候 我们就更需要祷告 因为能够让我们胜过试探的 是我们的上帝 是圣灵加添给我们力量 所以我们必须要依靠上帝 借着祷告 我们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上帝 求神赐给我们力量 能够胜过一切的试探 再来耶稣 在祷告的时候 门徒就来找耶稣 就说众人都在找你 那耶稣就对他们说 我们可以往别处去了 到临近的村庄 我也好在那里讲道 因为我是为此事而来的 这里看到耶稣来的目的 最主要的目的 是要来传讲神悔改得救的道理 并不是医病赶鬼 当然医病赶鬼是能够帮助人 这个当然是神是联名的上帝 他会这样做 可是最终的目的是要传道 最终的目的是传道 医病赶鬼是来证明 耶稣就是弥赛亚 是神所拆来的 是证明 而耶稣来最终的目的是要传道 传悔改得救的道理 那我们基督徒 我们的生命的目的呢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呢 其实也是跟耶稣一样 我们要为主来做见证 借着我的生命 借着我所传讲的 能够让人也能够认识耶稣 我们是世界的光 光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呢 一个功能呢 就是引导的功能 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 光的作用就是对神的一个真正了解的知识 认识上帝 我们是世界的光 我们应当把这个怎么样来到神面前 这个道理方法能够让更多的人知道 使更多的人能够认识上帝 生命得到拯救 当然神也是一个怜悯的神 因为底下有个长大麻风的人 他来求耶稣 来向他跪下 恳求耶稣能够接近他 能够医治他 大麻风是非常可怜的 他们在身体上面 在心灵上面 在社交上面 在宗教上面 他们都受到歧视 是非常可怜的 那耶稣就动了慈心 他是有怜悯心肠的上帝 他就伸手摸了他 那这个人就接近了 所以可以知道 其实我们所信的上帝 他是怜悯 怜悯人的上帝 他来的目的最终是 要传道没有错 可是往另外一方面来看 他也是顾念人的需要 他对这个长大麻风的 他动了慈心 神就医治了他 所以我们若是真是有需要 我们也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跟他祈求 我们的上帝是怜悯的神 他能够来行神机 来医治我们 虽然没有错 这个最终最重要的是